今天是我們的美食會益之旅第二集 雲吞真的好吃 雲吞真的好吃 我先要接觸一下這個現實 它的糯米池很好吃 我覺得這個要裂入 我們每次經過要試 牛仔超入味 它的配料才是它的賣品 好夠啊 完全一樣 我好像來旅行一樣 南無多羅松室在這裡 然後姜濤在這裡 感覺很奇怪 大家好 我們智掌情侶 我是Kyo 我是Cherry 聲明 你以為我多開心 今天是我們的美食會益之旅第二集 對 因為上次跟她去到她的二次會益九龍城 今天終於到我了 因為我比你還久遠 什麼意思 我年紀大 我的二次會益就久遠了 但是這裡沒有重建 是的 我上次最大的誘因是九龍城即將要重建 雖然她有三年不乏位 但也即將要消失 上次派完的富豪餅店 她已經說要收拾了 立即收拾 你叫豪華餅店 豪華 所以不一定要收拾才可以回憶 因為我都說了很多年 還沒跟她一起的時候 我都自己都說了自己 我要她吃 我要她吃 這次我們就來到荃灣區 就是她從小到大 因為我阿嬤是在荃灣的 小學中學家聯 其實都在荃灣打滾 所以我的回憶全部都在這裡 我曾經在荃灣打滾過一陣 但我真的完全沒記憶 我只記得是陸陽芳 不過anyway 今天我們來吃東西 是的 這間店 她剛認識我的時候 已經說 這裡有個上海麵很好吃的 想帶你去吃 她說了七年 吃到今天 不是呀 我們前幾天的紀念日 七年 很難 因為首先我們不經常來荃灣 很少一會 突然我吃個麵 然後就離開 現在我們第一站 就是吃她回憶中 很想吃到上海麵 看看她有甚麼 這個超差 這間店其實是 我很小的時候 因為我阿嬤的船班 我估計大家出去吃好東西 好的就是… 好東西啊 好東西 因為以前通常一定要在家吃飯 只要不是在家吃飯 出去吃的話已經是好東西了 那又成三十多年了 我想不像 我昨天特地做了研究 我問了我的姑娘 這些是什麼 然後我發了一張開口罩給我 原來你連名字都不記得 我只記得這個位置 因為它挺小的 小到我都不記得所有的東西 只記得吃東西 吃雲生和動作 我七年都沒有帶你來吃 然後我想 我自己想自己吃 就是小胖的食物 這麼久嗎?中學都沒有來了 那你竟然帶我來這裡懷疑? 是啊 我講了這麼久 就特地帶你來 好 先試一下好不好吃 等一試 你的鳳爪好像很出色 但我還沒看到這麼深色的鳳爪 如果用人類的腳趾來比喻的話 你面上的雪菜很出色 這個應該是上海的鹹菜 嗯 但它也是雪菜 是這個 什麼? 是這個味道 先試試均勻 哇 這個雲吞很手工 這個雲吞很實 它是一個很舊式的味道 但不可以說是很好吃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皮又不是平常雲吞 那麼薄的黃色皮 像鹼水一樣 但它又有點像上海麵的質地的皮 是的 但是它的魚肉的味道 是有一股 現在那些雲吞是吃不到的味道 真的有點舊、懷舊的味道 試試上海麵吧 它的上海麵是這麼有身的 嗯 嗯 它的上海麵好吃 平時外面的上海麵通常粗一點 還有軟一點 沒有那麼彈 你試一下 一隻 一隻 我試一隻就知道 我們給我五個了 給我四個了 一二三 好無聊 好 這個味道 是以前小時候在酒樓會吃到的味道 因為它吃到的質地有點像 平時的炸雞浸淋的味道 好 雲吞真的好吃 好 雲吞真的好吃 好 好 怎麼這樣滑下去 好 好 你有沒有看到 拜拜 等一等 我要先接受一下這個現實 笑了 去看花 我不是想浪費食物 今天我沒有食神 那些人不用我吃 收皮 你遭太多我童年回憶 你經常遭太多我童年回憶 你經常遭太多我童年回憶 上次號餅店的朱古力餅也是 我說童年回憶 然後 等下Next Station在哪裡 都是吃麵 你這麼喜歡吃麵的嗎 果然是上海人 我們待會去路德偉吧 好 喂 我們有重大的消息要宣佈 我們的品牌 終於都很誕生 我們的品牌 它叫Dilly Dally 這個是英國鯉魚 就是拖拖拉拉的意思 但我們就是想大家可以 學會到慢下來的感覺 這個就是我們brand的idea 然後 我們的第一個品牌 就是 我們的蠟燭 它其實有三種味道 都是我自己親自調香的 我們的deadline就是11月尾 我們會在11月28日 就全數訂單就寄出的了 我為了這個蠟燭 去考了Level1、Level2的香水調香班 你在外面 我敢擔保是獨一無二的 而且我是超級等本 一個蠟燭裡面 已經有超過五、六種的精油在裡面 它是100%的大豆蠟燭 在這個蠟燭燭完之後 有第二個功用 就是你可以點融化的蠟燭 然後用來茶醋 這個白色蠟燭就叫做 Soap Bubble 就是爽身粉蕃鹹味 顧名思義就是 蕃鹹的泡泡 它是充滿蕃鹹味的 它點完之後 整間屋好像很乾淨 它這個味道 又不完全是爽身粉 我幻想當初調香 它是一塊超級純正的白色蕃鹹 其實你聞起來有一點乾淨的味道 我有用到貓舌香 有點甜甜的 之後呢 第二隻就是 Rose 我們說了一個名字給它 它就是In the Forest 顧名思義就是你點了它之後 其實好像進了一間花店 是一個新鮮的玫瑰花香 我敢擔保你出去找 你不會找到一個一模一樣的玫瑰味 這個是我自己由零開始調出來的一隻玫瑰味 我們的主意就是 你很懶得去花去逼買花 其實你點這個蠟燭 你就可以很安堂地在家裡 慢慢地沉醉自己的眼睛 最重要就是爽 沒錯 最重要就是爽 第三個就是很屬於我們的 我喜歡這個 這個是Thai Massage 這個是有特別意義的 對我來說 因為它是我第一次去調香的時候 已經調出了的味道 我呢 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想調一個 可以回到清邁味的感覺 其實它是充滿著太過風情的 其中有一個香味是來自佛手甘 然後有落到彈香 好像你去軚色按摩的時候 你背部滴了很多精油 然後幫你推油的感覺 然後你燒完之後 再點溶了的蠟燭 你塗在手 你又真的好像自己去做Massage 已經買了的各位 歡迎大家踢回我們 因為我很想知道大家的點後感 或者哪裏做得不好 給我一些想法 是 記住在這盒帽子上 那個時間結束 它的樣子這麼新 是你小時候買的嗎 它以前不是這個位的 它一般都是這裡 哇 三元支 是啊 是啊 通常我們買的飲料都是盡量去士多買 一來便宜一點 二來 士多的感覺 這樣好不好 會不會太重 但我看到5元而已 對 先喝水 希望可以快點摺到水的袋子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喝水 大家看到這裡有多少喝水 你是我第一個會買1.5L的水 沒問題 我從小到大都清一L的水出外 主要是我清水 我覺得很累 是啊 我小時候都是被袋人揹 以前這裡有一間賣上海的食物 有一個很大的平底貼鍋 上面全部都是山煎包鍋貼 還有燒餅 我很記得它叫爐山小吃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說在後巷開一間爐山小吃 真的不惜它爐面目 真的 如果有任何荃灣主開的人類 知道這間店的資料 隨時可以留言聯絡我們 你說的時候有警訊 有什麼鬼啊 謝謝 我每次經過這裡都很多人買東西 還有很多東西吃 還有茶果 糯米糍 可以試一下嗎 試一下吧 這間是我長大一點吃的 因為小時候每次走過 都不留意到它有這些食物 經常覺得它好像狗狗食 經常看到有堆人站在那裡 對 經常排隊 我不想走過去 長期有人排隊 還有來遠望以為它是狗狗城賣麵 不是 原來它有很多東西吃 對 也有一次走過 它聞到很香的煎食物 我最喜歡吃這些 煎餃 煎餅 我們買了什麼呢 韭菜豬肉餅 白菜煎餃 還有韭菜煎餃 這個是其中一餃 還有我買了一顆 蘿蔔豬 我就不吃甜的 嗯 更脆 我這個韭菜餅也很好吃 裡面是超級多韭菜 它肉比較多 但是韭菜味已經很夠了 而且它的皮也挺薄 這個也是充滿著韭菜 嗯 好吃 嗯 剛才最多人買的應該都是這個 因為它的隊伍是這個 嗯 真的好吃 其實它很難拍 因為我昨天找 我小時候吃的東西 有三份已經收拾了 那也是 荃灣變得很小 譬如以前我放學 我會走下來 我以前可以設為各班 傳風有一間叫千千島的小食 就是拌麵 然後那間千千島已經收拾了 路德維也是 路德維其實和我小時候已經完全不一樣 你說帶我吃那間茶餐廳呢 那間茶餐廳其實沒什麼特別 尤其是因為它是 它唯一一間 我小時候已經在這裡的店 在路德維的店 現在還沒收拾 其他已經全部都不一樣 試吃糯米池 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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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糯米池 我覺得這個要連入 每次經過要試 我覺得因為它 六斑 不是 我覺得它做這些有皮的東西是特別好吃 它是我很喜歡吃的那個寧波湯圓 那個餡 很好吃 原來 我的頭一百分是這個 很好吃 很好吃 它不是太甜 但是那些粉也多了我的眼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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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嘟 好吃 讓大家買完三個味道 它有芝麻豆沙 花生餡 豆沙好像好吃 六元一個 很難做到那個糯米皮 失傳了 失傳了 這個 和我以前吃的一模一樣 除了改了命之外 大腸好吃 腩肉和牛腱都好吃 但我點得最多是牛腱 因為我媽媽最喜歡牛腱 這個辣椒醬 這是什麼 它不是普通的辣椒醬 嘟 這樣 它應該是混的 那些豆沙菜 有一點 我看它還有這個 這個也很好吃 好大碗 這麼像牛腱鬼 你有沒有吃過魚肉湯圓 沒有好吃過 是不是 好吃 等一下 要加你的辣椒醬 真的很難 兩滴 有很多燒情 這個湯底很酸 對 不喜歡 不過挺好吃的 一吃個牛腱 牛腱好吃 平時我吃麵 很多人在這裡買 魚肉春捲 運營丸 回去大火鍋去煮麵 這個真的很好吃 牛腱也是 牛腱超入味的 它的配料才是他們買的 沒錯 怎麼吃的意思 就是你會這樣 還有拿過辣椒醬 但是我是滴下去 你先弄一下 我已經倒一倒下去 我再另外一點 花醬 不過米菌 以前是不一樣的 以前是爽一點 現在流一點 但最重要是吃魚肉春捲 也不是牛腱 會雪茄的吃 是這個味道 吃回飄家 多謝介紹 蔣大利是一個驚喜的地方 OK 什麼地方 聞到空氣嗎 清算了20年 什麼地方 這裡就是石維谷 我沒來過 應該很少人來過 除非住在荃灣或住過的人 它是類似你當秀茂坪市區上山的 有些彩虹的感覺 對 小區的感覺 是西貢路的彩虹村 沒錯 為什麼要上來呢 因為我們找全香港最後一個麥當勞叔叔 是最後一個嗎 他緊張到今天來拍麥當勞叔叔 然後他發夢夢見麥當勞叔叔 撿了 撿了一半 撿了一半的舖位 我捉給其他人 主要有另一個巧合 因為這間麥當勞是我以前經常來的 為什麼經常來呢 因為我中學在旁邊 所以既然今天來荃灣懷舊 順便帶你去 有你的中學名嗎 它這麼厲害 你又知道 Bye 嘩 時光隧道 好舊 完全一樣 我好像來旅行一樣 帶你來我小時候去旅行 我對麥當勞叔叔叔最大的回憶 是我以前是黃埔上學的 他那間麥當勞幾年前已經撿了 那時候也在說他是少數的麥當勞叔叔 然後沒有了 然後剛巧我發現 原來我以前中學隔壁的麥當勞 還有一個 即是這裡 我的回憶主要不是麥當勞叔叔 是以前我們一方學 就要過來這裡坐一坐 還有坐窗邊位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這條路 是附近所有中學走到荃灣的別境之中 是嗎 合女嗎 希望你不要說得那麼難聽 你想怎樣說 不是 看看哪些可以賞識的女同學 可惜賞識不到 好吧 現在才是我坐在你旁邊 賞識不是賞識他的賞識 是文學賞識的賞識 是賞識的 就是欣賞和分析的意思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這個設計 全部都落地玻璃 看到了香港的人 然後我想說整間那間麥當勞 都是維持最原始 說90年代的麥當勞狀態 然後旁邊站著姜濤和Ian 很有圍和感 然後麥當勞叔叔叔在這裡 然後姜濤在這裡 好奇怪的感覺 挺好的 我很喜歡這種融和的感覺 還有這裡的桌椅 都是以前很流行的一體式的桌椅 對 即是桌椅連著桌椅 整個東西動 裡面不能動 對 好 不說那麼多 我們去中國看看 對 我想和麥當勞叔叔拍照 OK 我們拍照 好嗎 怎樣 什麼怎樣 這裡就是我的中學 何傳耀 應該沒什麼人聽過 我剛剛考入這間學校 就是他好像那一年開始有十優 然後我不想讀男校 所以我選了他 有什麼感覺 看到無校 有點慚愧 之前想經常回來探望麥當勞叔叔 因為我們本身 每年第一個星期六 就是類似舊生聚會 每年都約我 每年都沒有空 那時候 剛剛上班很忙 然後有一年終於去到 去了一年之後就沒有再去 然後久而久之都很少回來 偷看一下門口 哇 很舊式的學校 是屋邨學校 這間學校很好 有什麼好嗎 不是現在那些一式一樣的學校 還有怎樣可以和另一間學校隔得那麼近 不知道 那你們是不是會有很多 這間學校和那間學校的人拍拖會 我給大家看看我們有多近 就是隔著一條欄 會看著對面 我陸運會就是這個食物局公園 你屍帶有蛋播嗎 屍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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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兄回來了 是的 你是大師兄 哇 有花園 哇 很漂亮 學校 Hi 我現在男朋友的學校 很懷念 下面那層是DT室和嘉靖 什麼叫DT室 嘉靖的男生版是什麼 木工 木工室 上面就是MLC 那些 MLC的名字真的很久了 然後那裡就是禮堂 旁邊就是課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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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想知道這麼細節 我覺得這裡要結束了 今天這條片段很長 今天的美食回憶之旅 原本結束 是的 其實還有很多地方想去 但是礙於片場的關係 都帶不到你去 不要緊 我們下次可以再來 因為廚房上有太多東西 懲罰 從前才帶我來吃 下次我的計劃是帶大家去淘巴華 是的 都去回我小時候住的區 淘巴華有個好處就是 好像我暫時吃的東西都暫時還沒做 但我想都差不多了 全馬線之後淘巴華變了很多 我每一次車經過都不同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回憶之旅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共鳴 或者大家小時候有去過他去過的地方 或者是他去過旁邊的地方 或者是你不記得他這個人是哈哈爸爸 哈哈爸爸 那你也可以在下面留意 告訴我們 但不要爆我的歷史 再見 再見 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Bye